啊 这是一个空角 他说那个不转 然后呢 我过来check了一下这 地下信号店 你看 然后和W 一个是操作 我操作 和W 14 13的 然后呢和Yero 也是14 13 OK 然后呢 和那个BloModal 和那个绿色的 绿色的基本没有 所以呢 嗯 嗯 是那个 是信号店 这边也有问题 所以我要到IDIC 上去 我再到IDIC 上去看一下 好 上来了 你看 因为他这BloModal是一直在转 起来滚了 在哪 哪有问题 因为我刚才量那个为啥 他量那个和绿色的BloModal的时候 是零 然后呢 他是 他一直在转 这BloModal 奇了怪了 应该是随便 就是 嗯 就是我硬把他拔掉了 我硬把他拔掉了 应该是可以测出来那个上面的电压的 因为他现在正在转 所以你那个里面测不出来 测不到电压 你看 这什么问题呢 看到没有 然后是那个下水道 下水道的问题 OK 下水道漏水 这是这个Flow Switch 这个Flow Switch呢 现在把室外机关掉了 这个等于应该是连到Yellow线上了 连到Yellow线上 两个呢 但是他BloModal BloModal应该 应该那个会停掉啊 因为我把那个外机关掉了 这谁给他可能连的 连的那个 把那个Grain 让他一直在转 这样的话 一天二四小时在转 连温控器都控制不了了 我等会我打开看一下 他现在是 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是下水道的问题 下水道问题 那都堵掉了 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Flow Switch 这一个扶子开关 它是串联在 串联在那个低压信号店这边 然后呢 嗯 当你这个里面有水的时候 水水打到一定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扶子就飘起来 一飘起来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线路就给 信号店线路 他就给切断了 切断之后 然后外机就不转了 你根据你的那个 他这个Flow Switch 是连在 哪个线上 他要连在Yellow上 连在黄色那个线上 他光把外机关掉 内机不会关掉 如果是他连在那个2上 他内外机都会给你关掉 然后呢 你听一下 卡塔卡塔的 我一看下去 它就接通了 一飘起来 它就把它打开了 你看 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漏水 这里面应该很脏 这个应该很脏 OK 哇 在这 哇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应该是这边 这边堵了 应该这边堵了 OK 我给他拿那个 拿那个Vecam Cleaner Clean一下 但是现在 我先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他这个 那个 就什么来着 这个风机 谁给他可能直接连上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 那个 一个饭馆的 然后他说 给他修好了 其实没有修好 那 那 两个美国人 过去之后 他说修好了 没修好 嗯 他是怎么弄的 他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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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现在 风机转的这边 他把他 让温空气也控制不了 然后呢 你感觉到是 他修好了 然后 因为 因为他一直在转 但是呢 其实没有修好 因为那个的话 我过去查了一下 是福利昂的问题 福利昂的问题 OK 这边 这边应该谁给他连错了 谁给他连的 那个 看 一直在转 因为下面温空气 我已经给他拔掉了 但是他一直在转 有可能是那个 controboard 就这 这个里面 这个 放 controboard 有可能过来 你看 哇 因为他漏水 漏水 就漏过来 你看这个 这全是水 全是美劲 全是水 然后所以呢 水都过来之后 把那个 接通了 所以他一直在转 看到没有 我温空气给他拔掉了 然后呢 他一直在转 哈哈 所以呢 那个controboard也坏了 controboard也坏了 也就是说 那个里面一直接通 一直是接通的 然后呢 现在先去给他拿那个 Vacuum cleaner 然后呢 给他洗一下 然后等于说 我 现在把这边打开 我把这边打开 看一下 因为 他那个什么 因为他那个 里面也可能脏了 然后同时 关里面 也给他清一下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就是那个 裂了 就是里面的盘子裂了 他就说 有好多人 把这上面放东西 他放东西的话 他一拆 你可能把那个 因为 他这边连得比较紧的话 这样会把这儿给 给 踩断 所以呢 有好多人 一般都把上面 当仓库 因为在南方嘛 他没有地下室 所以呢 有好多人就放在那个 艾特克上 把好多东西 就不经常用了 放在艾特克上之后呢 哇 你看 放在艾特克上之后 然后 他 来回上下 我曾经见过 他把这个给弄了 然后弄漏的 什么各种 奇奇怪怪都有 因为他不小心 可能就碰到了 焊接不好的话 你看 让大家看一下 哇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看这边 哇 都堵住了 你看 也就是水下来之后 然后这边的口 都肯定就被堵住了 你看 哇 你看 看到没有 看这 哇 我想拍到这儿了 哇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看 从来没有清 看到没有 好厚 看 因为这是出租房 不是出租房 所以你看 哇 我给它清一下 清一下 哇 这个你看里面 很难清啊 这个 你看 刚刚从这儿露出了 很难清 哇 哇 这个怎么不清啊 你下去哪儿吸尘器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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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什么 我 我运动器都给它 都给它 取掉了 它这个风机还是在转 也就是它那个 控制爆的坏了 控制爆的坏了 一直在吸风 好 好 拿来这儿了 就边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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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好的办法呢 是把它整个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用水给它刺出来 但是呢 你看 现在基本上吸的差不多了 现在还可以 你看 因为水下来之后 这个里面都是湿的 这下面的那个保温层都是湿的 看 看这 你看 看 整个保温层都是湿的 所以那个水就过去了 水从这过去了 你看 看这 看这下面 看 下面全是水 看到没有 看这 这个是螺丝口 看 所以呢 水都到这边来了 水都到这边来了 看 看这 这个 这个螺丝口 你看 它上面水 所以呢 把那个什么东西 把那个 control board 都给弄坏了 你看 看那 control board 呢 看那 control board 坏了 OK 然后呢 我把这边洗干净了 然后呢 给它吸一下这边 主要是这边堵了 OK 然后呢 现在的话 吸的话 然后 从这边用不好吸 从这边也可以 把这边堵住 或者从上面吸 或者把上面堵住 从这 从下面吸 OK 好了 我看 吸好了 然后呢 再放在这边 再吹一下 因为这个也可以吹 也可以吸 OK 然后呢 我现在再吹一下 然后再吸一下 OK 就是 先吸一下 再吹一下 再吸一下 然后基本上这就好了 好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从上面 从上面吸出来的 从那个 从上面和那个什么里面 吸 你看 看到没有 然后呢 最主要是这边 让大家看一下 哇 很稠 你看 估计大家看不出来 但是 这特别稠 你看啊 看 哇 看到没有 因为一吸的话 都给它吸碎了 你看 看到没有 你看 看到没有 特别丑 特别粘稠 都是那些脏东西 你看 这些客户的这个 它不够 它够长的话 我就上去给它弄一下它 我洗一下 然后每次洗 因为这些都是空气中的那个 空气中的水 所以呢 呃 尤其是那个 在那个COVID-19期间 在那个疫情期间 然后我给它没像这种 出现这种漏水问题的 我给它弄完之后 要马上那个 要马上冲掉 不要 因为你这个放在你车里面 它又挥发 然后到时候如果有病毒的话 你也染上 你也染上那个 那个什么呢 新罐了 你要马上新罐了 所以呢 每次要 都要洗掉 都要冲掉 马上冲掉 还有这个管子里面 所以呢 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到车里面也有味 你一直放里面的话 除非客户那儿它没有水 那你们要帮忙 但是呢 一旦有水的地方 一旦有水的地方 要赶快那个啥 赶快洗掉 好 还有这个我 我刚才拿上去的 但是我把里面的松动 松动了这个 你把它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 松动了就用这个一吸 就吸掉了 OK 没有这个的话 你 你直接用那个吸 根本吸不下来 OK 为了百分之百的 为了百分之百的确定 就是 就是 它现在上面 就直接接通了 然后呢 你看 我把这个 这个 部罗摩特控制的 这第二线二电给它去掉 去掉这个 你看 还是在这 我上去看一下 所以呢 你就百分之百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就是这个 controboard坏了 看 看 看 所以呢 所以百分之百确定了 我就给它现在给它换掉 我车里面正正好有 OK 所以呢 那个controboard的已经烧掉了 它不该放那么低 它放的特别低 你看 厂家它应该会 考虑到这个问题 有一些音质涅设计的时候 它脑子有问题 不是脑子有问题 它新手的话 然后 但是呢 控制产品质量的那个人 他应该知道 就是设计的 产品设计的那个人 他应该知道 知道这个问题 你看 不能靠太近了 靠太近了 靠太近了之后 这也是 厂家设计的一个问题 现在呢 我给它换掉 也就是你现在换掉这个 没有多少钱 但是呢 因为它下面客户控制不了 它一天24小时再转 然后呢 你这个motor就 就快坏了 那一天24小时一直在转 所以呢 motor就会很快坏掉了 OK 现在我给它换掉 我主电都关掉了 然后呢 给它换上 你看我的骑下来了 然后呢 你看 它这个是放的低速 它用的低速 一般的话都放中速 低速的话 一般的话都不用 一般都放 要不放这个中速 要不放这个高速 OK 这是红色的是低速 蓝色的是中速 黑的是这个 黑的是那个高速 OK 然后呢 现在的话 这 这是两个都是不用的 你要看一下后面看 这个都 它都不接触到任何的电 其他线路上 这是两个死的 所以呢 就是放在这儿的 放在这儿的 OK 一般这都是三速的 blow motor 都是三速的 OK 然后呢 你看这儿 这烧的 看这儿 哇 这儿 我现在给它换掉 给它准备换成中速的 你看 一方面 你看 看里面 生锈 因为它那个水浸到这个里面嘛 那生锈生得特别厉害 所以呢 它这个这个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了 OK 你看 看在里面 看在里面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看 你看这边 生锈生得特别厉害了 然后呢 这个的话 我就用这个中速的看 中速的用在上面 稍微好一点 没有水 上到那么高 所以呢 这要好一点 现在我给它放中速的 给它调一下 好了 给它换好了 新的放放进去了 然后老的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 是很简单 你就对着 对着把这个线拔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 哇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 Transformer 就是变压器来的2 和变压器来的 那个 靠美 然后呢 出来的2 和出来的靠美 OK 然后呢 你要看一下这个你看 然后呢 它这是变压器过来的2 然后到到这个上面来之后 到这个上面来之后呢 经过这个 这个Fuse 经过这个保险4 然后又回到2 看到没有 又回到2 所以呢 这就是它这个保护 就是万一 你那个低压线路短路的话 它就不会烧这个 不会烧这个 变压器 就会烧这个Fuse 这个Fuse 没多少钱 但是这个变压器就贵了 OK 然后呢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OK 然后呢 然后呢 现在我把电打开 打开之后呢 然后它应该不会转 OK 它应该不会转 看一下 看 看 看到没有 哈 就是 就是这个控制包的坏了 OK 再这样子 然后 现在给它放过去 然后呢 这个水 我再给它吸一下 然后就好聊 你看 我吸的里面的水 盘子里面的水 好了 这边都给它放过去了 然后这边水的话 大部分都吸走了 还有一点 到时候会灰发光的 灰发光的 那个就是换下来的 OK 然后呢 下去 下去开一下 好 我来试一下 然后刚才这个滤线 我也给它放过去了 OK 然后呢 我来试一下 有时候客户的 他自己弄的 然后他都把那个这个针 这边针 这几个那个针 它都给拌弯 拌弯的话 拌弯的话 插不进去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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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枯上 应该转了 现在是Auto 现在是Auto 好 我 哇 68 72 一颗 再转了 OK 然后 风机 我还听到有转 OK 好了 这个就给它修好了 然后给它转一下 你办事 excuse me